是管理者 有个感触声 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眼睁睁看着那一对人 堵在杂物间门口 临近时 我才发现他们并不是脸色惨白 而是被磨上了白色的布 对猎物的跟踪 可能是依靠听觉和味觉 我可以确定 他们还没有发现我的存在 眼看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距离天亮只剩下两个小时 我只能停而走险 抱着箱子悄悄地走出房间 我小心翼翼地贴着墙壁 甚至屏住了呼吸 正如我所猜想的 他们只能依靠听觉 因此并没有注意到我 眼看着就要走到楼梯口 其中一人突然低下头凑到了我的面前 我看着他们那庞大的脸 吓得闭眼不敢动弹 是断肢的血腥味引起了他的注意 可我不可能丢下这关键道具 就在我手足无措时 一个小小的弹珠 从上层楼梯掉落下来 清脆的声响吸引了所有管理者 我卯足了镜逃出了公司大楼 赶在第一缕阳光前 我回到了自己的身体 身心疲惫睡死了过去 我被妈妈叫醒 她又在祝我生日快乐 我看了眼手机 今天依旧是农历7月15日 恭喜玩家 完成任务1 游戏任务2 3 完成鲜花快递配送 我看了一眼外面的大太阳 这种天气去送外卖可不舒服 但总比大半夜去冒险强 只是这游戏2 3是什么意思 难道这是两个任务 我当即给公司请了病假 按照游戏要求 来到指定的幸福花店 询问对方是否需要送外卖 女店长看到我是睁大了眼 他们说原本负责送花的小哥生病了 震愁找不到人呢 小姑娘 你长得和那小哥还挺像 店长一边打去 一边将要送的花交给我 并且强调晚上还有一束花要送 对方指定要在晚上12点送到城东的巴士站 好家伙 看样子我都投来 还是逃不过晚上出行 炎炎烈日 我戴着头盔骑着小毛驴 焦急的等待红绿灯 客户脾气不好 一直在催单 终于来到小区 我焦头烂额的找着房号 怎么也没想到送一份快送都那么难 在顾客的电话轰炸下 我终于敲开了他的房门 大半天没喝水 对方开门便是破口大骂 你以为自己很厉害 一个只会送外卖的人 以后还不是要拖别人后腿 随即他夺走了花 并要求我下楼 顺手帮他把那箱垃圾扔了 我生气吗 当然生气啊 可是更多的是委屈 莫名其妙的客户 到了垃圾桶旁 我出于好奇打开了箱子 里面竟然是另一条断胳膊 关键道具二感 夜幕降落 我准时在八点回家 所谓一回生两回熟 我再一次灵魂出窍 可在出门时 却被表情诡异的爸妈拦住了去路 他们姿势牙笑着 顽绿 生日快乐 要是没生下你就好了 生日快乐 要是没生下你就好了 要是没生下你就好了